大家好,我是大龙,今天早上起来没下雨,明天开始有六天的雨,所以说今天我们通知农户赶紧摘苹果 现在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啊,摘苹果的场景,山路特别崎岖,特别湿滑,看着就提心吊胆 摘苹果的颜色都是黑色的,天然没有触摸的 牵鼾 就带来啥 牵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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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腿有牵 牵 手吃什么 这么贵,你看再大約40元 黑黑的花牛 现在颜色特别好,我们今天是抢摘因为明天开始六天的雨 山路特别湿滑 苹果好不好 质量好不好 口感好不好 其实一个非常主要的特征 就是要看它的叶子 叶子绿不绿 小的时候我们学过一个课文叫做 我要的是葫芦 那篇课文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想要你的果实好 那必须这个苗 你要把它种植好 有些管理不当的这个果园 这个叶子已经发黄掉落 所以说它的这个苹果 不管从它的这个色度 口感 颜色 都不怎么好 看我们的果园 都是熠熠冲冲 口感咋的 这些的 你不想不听我的手上的 我说手上的 我使着脸 我脸好 现在摘好 平果以后 放在这个小推车上 一筐一筐推下去 这里没有车能走上来路 这条路特别窄 下面就是比十几米高的一个陡坡 在这下去啊 三路车还在下面放着 三路车开不上来 哎 看我们农民们的这儿 真的是不容易 现在 哈士材不电货啊 电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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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钱 都想 钱拿了一户 都想 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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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啊 太不容易了 腿后腿后腿后 最刺激的时候 最近距离的地方 这个地方 农产品出山 你看就是这样 现在刚下了一点雨 这个路又比较滑 下雨了 两毛钱的花牛苹果 今天终于不下雨了 开始采摘苹果了 我们也开始要打爆苹果了 但是明天开始又有雨 明天是特大暴雨 明天一天 现在先来看一看 我们今天的苹果 拉来的苹果怎么样 今天才是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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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还不是的 嗯 师傅还不是的 嗯 师傅还不是的 很地苗又有点 很愿意啊 你怎么在飘过啊 这他做法 我比这平安呀 哈哈哈哈 因为我都说的比他平安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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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的花牛 又来两车 哎 又开始下雨了 你看这地上 我又来了 这边上不容易啊 又下了整整一晚上的雨啊 到现在还得下 明天最后一天的雨 明天下完 就整个这一龙的降雨 就结束了 买买的一大车 哎 老天爷忙会了 终于不下雨了 不下雨了 苹果马尾了 是 嗯 又开始下雨了 同志们 朋友 哎 这前期啊 你自己看 嗯 停不了了 感谢观看